哈喽,我是阅读前哨站的站长瓦机 欢迎收听下一本读什么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 它的书名叫做超维度思考 超维度思考是一本比较科普的书籍 谈的是一个环境危机的问题 那它用的角度是比较从我们自己啊 每个人在生活上面都有很多的盲点 甚至对我们自己生活习以为常的世界都有存在很多的盲点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就会跟大家聊一下说 这些盲点到底是什么 那造成了什么问题 以及会分享三个在我们现实世界中最常见的盲点 包含了说食物的制造 然后还有这个能源的产生 以及那废弃物到底都被丢去哪里了 最后还会谈到说要怎么样改变我们自己 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跟它的看法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 这本书是属于赞助者的选书 意思就是我有开放每个月99元赞助我 然后你就可以在阅读前哨站登陆成为赞助会员 然后呢在上面可以每一季都投票去选书 那这本书呢就是前一季的时候 大家选出来的前三名 那在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 所以说如果你有兴趣参加这个选书的这个活动的话 你也可以成为赞助者然后就拥有这个资格 好那同样的今天这本书也要提供给大家好康 这个出版社有提供两本的抽奖证书 你可以到这个节目的资讯栏里面 到部落格文章连结里面拉到最下方 就可以去输入你的email参加这两本书的抽奖活动 另外呢瓦记也有接受电幅梯走左边的这个podcast的节目专访 那上个礼拜有跟大家分享的上集 那这个礼拜下集已经推出了 所以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show notes里面 去找一下下集的这个访谈的内容 那在下集的节目 我跟主持人Jackie有聊到了比较深入的一些话题 包含了我怎么做出人生上面比较重大的选择 包含说生活跟工作上我怎么做选择 以及我的价值观是什么 然后主持人Jackie也问了我一些比较不好回答的问题 像是说你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你对快乐的定义是什么 还有你对爱的定义是什么 所以在这个下集的访谈节目里面 是属于比较深度的内容 如果你有兴趣收听的话 可以到我的节目咨询栏里面 我把这一集节目的连结放在那边了 或者是你也可以在podcast的app上面 你直接找电幅梯走左边 就可以找到这一次最新一集的访谈内容 那接下来的话一样回到这个超维度思考这本书的分享 那在开始之前呢 一样要抛给大家一个问题来思考看看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骇客任务》这部电影 最近《骇客任务》要上第四集了嘛 大家可能都有注意到 但是它的前三集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 那在里面呢 这个主角尼欧 那他曾经接受过一个天人交战的选择 他被要求去选择说 你要吞下蓝色的药丸 还是红色的药丸 那蓝色的药丸就是说维持现况 然后待在现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 那另外一个红色药丸就是 他能够醒过来回到真实的世界里 那到底他要怎么选 那如果是你 你想要怎么选 这个问题呢 跟这本书要谈的内容 其实有一点点雷同 这本书其实指出来说 我们大部分的人 其实都是吞着蓝色药丸在生活的 我们活着的世界 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 我们自己以为这个世界还这么美好 那我们对于很多东西都视而不见 有点像是有点盲目的状态在生活 像是吃着蓝色药丸在活着这样 那这本书是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 他希望我们是吞下红色药丸的那个人 我们可以看得到真实的世界运作 以及呢做出对应的行动 接下来呢就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 他的名字叫做汤奕宏 那英文叫做Zia 是一个女性 她曾经担任过这个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副会长 她也是一个很爱好科学的这个爱好者 那她非常的致力于说 鼓励我们呢用科学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 所以她写这本书的目的 就是希望呢去戳破我们人们呢 对于很多世界运作的一些盲点 戳破我们自以为是这个世界的现实的模样 让我们真正知道真实世界长成什么样子 不过这本书的中文名字 我觉得会有点点误导 因为你看超维度思考 还以为是在谈什么思想啊 还是哲学 还是一些思维模型上面的东西 但是它的内容其实不是 它的英文书名叫做The Reality Bubble 意思也就是这个现实的泡泡 或者说现实的泡沫 就是说我们人类有点像是 活在一个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现实当中 就是叫做一个现实的泡泡 有点像是说我们常常看到生活中 很常见的食物啊 你在用的电你在用的水 甚至呢对于你丢掉了垃圾 到底跑去哪里了 我们都觉得这个东西视而不见 因为我们也不太知道这个背后 到底系统怎么运作的 太复杂了 我们一个人很难知道的全貌 那在这个当局者呢 也不希望我们人民看到这个背后 真正残酷的真实样貌 所以我们就很像活在一个 双眼被遮蔽的世界当中 自认为已经清楚了 看懂了一切 但其实我们还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作者他就想要说 以这本书呢 透过很详细的一些科学的故事 还有证据 告诉我们那些一直以来 我们的盲区 以及一直以来我们视若无睹的现象 在这本书的开头呢 作者就先以比较科普的角度去切入 他去说我们人类呢 其实有很多对于世界的认知是错误的 包含以前我们很多人会以为说 这个世界是平的 或者说觉得世界是这个宇宙的中心 破除了我们很多这方面的想象 以及呢 我们人类其实以为我们的眼睛很厉害 看得到的东西就以为是现实 却没想到说我们人类其实也看不到红外线 也看不到紫外光 更看不到很多一些昆虫可以看到的颜色 所以我们人类有时候单纯你以眼睛看的话 你不能眼见为品 有很多东西是我们用眼睛看不到的 那更何况我们的耳朵 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感官 是看不到那些东西的 感觉不到那些东西的 甚至呢 我们人类有时候会有一个 长期以来的一个思考方式 就是说人类好像是万物之灵 我们总觉得我们就是一个 有意识有灵魂的生物 那其他的物种 其他的这个物体 对于我们来说都好像是可以用的这个资源 所以这个某方面的程度来说 作者他以科学的角度 很扎实的去破解了以上这些的迷思 让我们知道说 读完的过程你会发现 人类其实好渺小 在整个宇宙里面有点像是沧海一树 那作者他就有用一个评论 我觉得蛮好玩的 就是像这个宇宙从这个大爆炸以来 很多的原子都已经是生成了几十亿年的 这样的一个历史 包含说地球也是这么几千万年演化下来 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水的一些分子啊 然后一些细胞啊 一些生物的这些 持续的代谢的一些活动 都让这整个地球 包含说这整个宇宙里面的 所有的原子的活动 都是持续的在一个进行的 一直有一个循环存在的 就像是说很多的生物死掉之后 他代谢完的东西 又被其他的生物吸收 重新变成了生命 那他就有说一句话很好玩 他说在某个程度来看啦 我们身上的很多元素 其实也是以前恐龙时代 恐龙身上的元素 所以在某个程度来说 我们有点像是恐龙的原子在生 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观点 所以书里面有很多很科普 但是也有点就是 跳脱我们原本思维模式的方式 告诉我们说一些科学背后的事情 那么在这边的话 也提几个大家可能比较有感觉的东西 说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盲点 像刚刚说这种看不见的事情 其实人类的历史上发生太多了 我们看不到就以为说那个东西不存在 像是之前有一件事情叫做 墨西哥湾的这个肉油事件 非常的严重 然后当局为了要把这个墨西哥湾 肉油的那些石油 因为都是黑妈妈的一片 想要把它们清干净 他们就去加了一些化学的一些原料 那个东西叫做分散剂 那分散剂跟石油起了作用之后 就会把它分解开来 然后分解掉 那肉眼看起来就像是 这个东西原本黑妈妈的一片 然后呢就变成了隐形了 就重新让海岸线 重新让这整片海洋 恢复了原来的蓝色 恢复了原来这个海岸线的色彩 那我们就觉得说 这个石油的危机好像解除了 可是没想到 在海岸线生活的那些美国居民 他们过了一阵子发现说 身体上怎么开始出现了一些红疹 有一些痞疾 还有一些癫痫的症状 就奇形怪状的病都出现了 结果那时候谜底才真正的揭晓 没想到说那时候用了那些分散剂 它就只是把那些黑色的石油 把它分解开来而已 没有想到这两个东西 分散剂跟石油结合之后 会产生出毒性是52倍的 这样子一个毒性的物质 那这个毒性的物质是看不见的 可是它已经散落在整片大海里面 甚至是飘到了整个海岸线上面 所以有人也发现了 它只要拿这个紫外线 去照这整片海洋 就会发现说 这整片海洋就是亮晶晶的一片 你就知道说那个污染是有多么严重 所以用这个方式让人看不到 觉得说这个危机稍微解除了 可是它产生的毒性之大 才是我们之后没有想象到的 所以也带来了非常多的后遗症 甚至说被那些东西毒死的这个生物 应该是多非常的多 好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人类看不见 但是我们可能觉得视若无睹 好像无人不见的这种意思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人类的盲点 就是在于说我们会觉得 自己是整个地球上面物种里面的万物之灵 我们觉得说好像只有自己拥有意识 自己是有灵魂的 然后可以去判断事情 所以呢其他的物种 好像就只是照着他们的生存本能 生物本能在生活而已 所以我们人类好像有权利 帮他们做这些生杀大权的决定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书里面的这个作者 他就举了很多科学上的一些这个实验 还有一些证明 发现说其实人类并不是唯一拥有感觉 也不是唯一拥有意识的生物 很多的生物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跟感官 例如说这个有科学家 曾经去做过一个实验 他们就去发现说其实呢你说这些动物他们受疼痛的时候 他们只会发出一个叫声吗 他的疼痛难道没有其他的定义吗 其实他们就发现说其实对于不同的疼痛 或者说对于不同的惊吓 还有不同的感觉 他们发出来的声音是彼此之间是不同的 可以分类的 那还有一个现象是说 人类好像觉得只有自己有智慧 然后我们会觉得说自己判断事情啊 然后去辨别事情是很厉害的 这种辨识度这种事情好像是人类独有的技能 但是呢科学家也发现 动物的一个判别力有时候比人类还更强 像就有一种鱼啊 这种鱼叫做射手鱼 好那射手鱼的话 它是可以用它的水柱 它可以喷出水柱 打到水面之上大概60公分以外的这个猎物 把它打下来 那这个射手鱼就需要有很强的辨别力嘛 不然它怎么知道说在空中 然后有一个猎物可以把它打下来 所以说他们就做一个实验 好让这个射手鱼去辨认看看人脸 看它能不能辨认出不同的人脸 所以它就放了44张的不同的人的脸 在这个荧幕上面 然后呢让这个射手鱼去训练 说你只要射中了某一个人的脸 某一张特定的脸孔 它就给它奖励给它食物吃 所以他们训练了很多鱼做这件事情 就一直去辨认某一个人的脸孔 然后他们到时候就把这个人的影像 随机的换一下 看它能不能再辨认到正确的 去射到它 然后再给它食物吃 后来发现了 这个射手鱼辨认那个人像的这个准确率 高达86% 所以说这个连鱼类都可以判断出人脸的不同 那你相反去想说 我们人类有办法去判断 这个44只不同的鱼 然后你判断得出哪一条鱼 不是哪一条鱼吗 所以这个有点像是 我们常常会以为说我们很有智慧 可是反过来想 我们有时候也没办法用动物的视角 或用动物的感官 去探索这个世界 去判断这个世界 所以人类有时候会觉得 自己在可能精神上面 是一个非常优越的物种 好像我们是独一无二的 那其实在自然界上面 其实很多的物种 都有它们的感官 也有它们的意识 这些是科学上面 逐渐得到证实的一个现象 所以说这些就是人类的一个盲区所在 那人类呢 对于说我们常常感觉到 就是觉得我一定要看到 我一定要听到 我才会相信那是真的 或者说我一定要碰到 一定要感受到 才会觉得那是真的 如果我没有的话 那我就觉得那些东西是虚假的 太抽象了 不相信它 但是真实的世界 并不是这样运作的 好像是说你看不到红外线 并不代表红外线不存在 它也是在的 只是它是透过科学 证明给我们知道而已 所以这个现象就是 人类所对于这个 真实世界的一些盲点 那再来的话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有三个 比较明显的盲点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这些也是属于 现实泡泡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包含了说三个 一个是食物的产生 那另外一个是 能源的产生 最后一个是 这个废弃物 怎么样去处理 包含说废弃物包含了垃圾 怎么样去处理 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说 有时候是难以想象的 举食物来说当例子好了 我们看着说餐桌上面 大鱼大肉 好像觉得这个鱼 一定是海里游过来的 然后觉得这个上面的牛肉 猪肉 一定是这个 哇跑在这个草原上 开开心心的 那其实现在的世界 已经大为改变了 越来越多的饲养的动物 是成为了我们餐桌上的食物 那有一个比例 我看到还觉得蛮惊讶的 在世界上所有的动物里面 32%是人类 我们已经有75亿人了 但是我们只占了里面的32% 那么被我们饲养来宰杀 来用的这些饲养的加钱加储 包含了里面的65% 那只有3%是野生的动物 所以其实你看 这个整个地表上面的动物 已经被人类 还有我们饲养的动物所占据了 那野生动物的这个足迹 已经越来越少 所以在我们嘴巴里面吃到的 其实绝大部分 绝大部分 都是饲养来的这个动物 那书里面其实有提到的一些 是让我自己读起来会 有点难过的一个章节 因为它里面有提到说 很多这个养殖业 然后他们怎么宰杀动物的 然后他说这个宰杀 虽然说看起来好像很科学 很人道 其实再怎么人道 里面还是存在非常多的不人道 例如说你觉得这个垫一下 它就会死了 但有些动物 它可能垫一下 刚好就没被垫死 结果过去之后 它可能是被一个足肺的开水 持续的滚 然后滚一滚 活活的被滚死 反正就是有很多的这种 实际上看起来很科学 可是其实很残忍的 这个垫宅的这个部分在里面 然后书里面也提到说 这些被我们养殖的生物呢 它们的粪便也有很大的价值 那粪便就是用来做农作物的肥料 所以说有太多的农作物 都需要仰赖这些畜牧业 所排放出来的这些肥料 也就是说呢 就算你是一个全素的食用者 那你食用的这些农作物 这些农产品 其实它所施肥的这些东西 绝大部分都还是来自于 动物的粪便 那所以就是 如果没有这些动物存在 没有这些养殖业存在 那很多的农地 也没有办法跟作了 所以就是有点像是一个 这个很复杂的循环 一直在我们的背后运作中 我们有时候无法抽身 我们一直深陷在这个里面 那我们吃的这些东西 非常的不能道 那即使是你是素食者 可能你有一部分 是用这样的东西 养出你的植物 所以这个东西 已经是非常的复杂了 整个世界已经是 全部错综复杂的 融在一块 那么作者 他就自己很感叹这个现象 他就引用了 英国作家的一句话 他就说呢 我们这个时代 有什么疯狂的举动 会令我们的后代感到反感 说起来还真的很多 但他认为其中一项 就是大规模的去监禁动物 然后去吃他们的肉 吃他们的蛋 或者是喝他们的奶 那我们以动物爱好者自居 说自己很爱猫 很爱狗 对他们的关爱有加 却对其他数十亿的动物 施以残忍的剥夺 那这种虚伪实在是很可比 后代的子孙可能会很惊讶 说我们自己怎么没有看出来 所以说 在看到这些段落的同时 其实内心是蛮难过的 那因为我也是一个昏食者 所以我有时候也在想说 我等一下要吃什么肉 要买什么肉 那在这个背后 其实是有非常多 这样错综复杂的故事 那有时候我们也变成说 好像也变成了 这个整个生态环境里面 很冷漠的一环 然后也觉得这样的现象 好像就自然而然 习以为常了 所以说看到这边 其实是真的是蛮感叹的 那在第二个 这一个现实的泡沫 是叫做能源的泡沫 好我们也活在 这个能源的泡沫 跟能源的盲点里面 像是书里面 他就有提到说 我们所生活要用到的电 好像都很习以为常 那你知道这个电 所背后供应的电网 有多么复杂吗 那你的电是怎么产生来的 是烧煤炭呢 还是是什么能源发电呢 还是什么核能发电 背后的电到底怎么来的 那么作者 他也用蛮大的篇幅 去描述了说 我们用的这些石油 烧的这些化石燃料 到底是怎么来的 那其实这些东西 都是地球上的生命 在数千万年来 它们的持续的死亡 又诞生 然后又死亡又诞生 这样的一个 循环之下的累积 那例如说石油 它的本身 就是由很多的 动植物的遗体 所变成的 所以这些燃料呢 大多数都是来自于 很大规模的 物种的灭绝事件 像是我们在 点燃任何的燃料的时候 就很像是 你点燃了一个 古老的化学遗体 那么作者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可能我们会比较有感觉 就是我们只要把 一个汽车的油箱加满 可能是二三十公升 你只要把这个油箱加满 那一个油箱里面 所蕴含的古老生命 其实是超过了 一千吨的这个重量 超过一千吨的生命 死亡之后 才会累积成 你现在加的一桶油 那当你开车的时候呢 就是等于在燃烧 这些古老的尸体 那你燃烧这些东西 产生出来的二氧化碳 就会间接地在造成 地球的升温 那科学家也要统计出 一个数据啦 他说我们现在呢 燃烧这些东西 一直帮地球加温的 这个现象 就很像是每一天 都在地球上面 投下了四十万颗的 广岛原子弹 用这样的规模 在帮地球加温 那么大部分的人啦 包含说我自己嘛 也都是活在这样子一个 算是现实的泡泡里面啦 我们用了很多能源 可是背后其实是 好复杂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大部分就是觉得 就是有能源就用嘛 有电就用 有水就用 可是从来很少去想说 这个背后 到底是经过了 怎样的过程 才到我们的手上 所以说 有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嘛 现在很多国家 是为了说 谁拥有石油而开展 然后呢 又聚在一起说 那个谁不能排放二氧化碳啊 这个排放量要少一点 就是 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啦 就是又要烧石油 然后又要减少它的排放量 好 那么接下来就谈第三个 现实泡沫 是叫做 垃圾处理的现实泡沫 那像有一个数据 听的其实是蛮可怕的 像我们会觉得说 自己平常丢垃圾 都会希望说减量 不要丢这么多的垃圾 甚至要做好回收嘛 但是你知道吗 你丢的垃圾 其实只是整个世界 制造出来的垃圾的冰山一角 像是你一般人啊 把这个垃圾丢进垃圾桶 你丢了一个产品进去 这个产品呢 其实只占了 这整个制造 包装 运输流程里面的5% 也就是说啊 你如果说在商店上面 看到了一个 5公斤的产品好了 其实它背后 还有95公斤 是你看不到的垃圾 那些东西 都在制造 包装 运输的过程中 被丢弃了 所以我们丢的垃圾 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你就可以知道说 整体世界产生的垃圾 是多么的可怕 那我们虽然说 常常看得到这些 就是日常用品 然后你也知道说 我们丢的垃圾 可是呢 我们其实很难去看见 这背后 牵涉的庞大的一个流程 那像作者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觉得也蛮感叹的 他就说 像我们很多人会觉得说 用过一支塑胶汤匙的时候 就把它丢掉 一次性用完就把它丢了 因为你觉得说 要去洗这个塑胶汤匙 要花的心力好多 我就懒得洗 不想洗了 那你有想过吗 当你啊 从这个地底下 开采了石油 把石油送到提炼厂 然后呢 又把它做成了塑胶 做成了适当的形状 把这个东西 最后送到了商品 去这个商店上面上架 然后又让你买回家 这一切这个流程里面 所付出的这个努力 难道不值得 你现在洗一下 这个塑胶汤匙吗 所以这个也是 就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 这个其实过程之中 是花的很多的资源 是比我们想象的 还要多上太多的 它不只是你眼睛 看到的一只 小小的塑胶汤匙而已 那人类呢 其实朝了大自然 排放那么多的塑胶垃圾 其实也回归到 我们自己身上啦 因为现在很多的鱼类 还有贝类 都被发现呢 含有很多的塑胶微粒 然后呢 很多国家的这个水质里面 其实都检验出了 很多塑胶微粒的污染 所以我们看不见 那些东西怎么被丢了 怎么被处理的 但是它却会流回到 我们的餐桌上面 那我自己有参加一个 FB的社团 是叫做不速之客 那这个不速之客 是在说尽量的少用塑胶品 就尽量用一些 可能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玻璃制品 重复使用的一些 钢铁的一些制品 那不要去用那一些 一次性的塑胶的制品 尽量的做到一个 不速的一个状态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参考一下 那个社团 不速之客 我把这个连结留在我的show notes里面 那希望说也可以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可以响应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三个现实泡泡之外 就是食物啊 然后能源 还有垃圾处理 这三个算是现实的泡泡之外 其实我们人类还创造出了很多人造的这个束缚 很多人造的东西来形塑我们所谓的现实 像我们人类就是创造出了时间嘛 以前的人坐席就是跟着太阳升起来 太阳落下去 然后就日出了坐日坐而洗嘛 但是现在呢 我们却发明出了时间 然后又有时钟 所以在工厂里面 或在公司里面 你挂上了一个时钟 就可以去监控员工的这个生产力 然后希望你可以准时上下班 然后再用这样的东西 来束缚我们在这个工业时代 在我们这个数位时代 用时间来把我们自己套住了 把我们自己进到一个框架里面 那有时候我们还必须用我们的时间 去交换很多的资源 像是你的时薪是多少 你用你的一个工作的时间 去交换一些自然的产品 所以大自然的资源 其实已经不属于每一个人了 它是属于少数的人 那我们是透过我们的时间 去做交换 再把那些资源换来给自己用 所以这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时间 给我们自己加上的一个束缚 再来是我们人类呢 也发展出了很多 对于空间的度量痕 这个也变成说 某一个程度来说 禁锢了我们自己 因为像你看 整个世界这个地球 圆圆的一颗 没有什么国界 那些国界是人 画出来的 那像你跟你的邻居之间 你如果是住那种独栋别墅 其实也没有所谓什么疆界 那个也是人画出来的 说这块地是我的 这块地是你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 上演了很多 拥有权的这个战争 为了这些拥有权 我们人类会杀了你死我活 好那有时候你会看到 这些投资客啊 或者说一些富翁 他们拥有了好多的房屋 可是是空荡荡的 那那些穷人 其实没有地方住 更惨的就流离思索嘛 所以人类定义出了空间 有了度量痕 但是呢 这个有点像是 也是禁锢我们自己的一个系统 那另外就是说 像我们人类很喜欢说 发展一些数位科技 可以去监控东西 可以去监视东西 那你在监控东西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自己也是被监控的一个部分 像是政府 有时候可能会监控 我们的一些通话 监控我们的一些这个行踪 那像美国啊 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 FBI啊 他们把一些动物保护人士 标记为说是这个 生态恐怖分子 因为这些生态恐怖分子呢 他们对于食品加工业的真相 是有危害的 他可能会破坏这个食品加工业 所以他们还通过一个法律哦 说你不能去拍摄 动物的这些饲养的设施 也不能去录音 那也不能去传播相关的资料 否则是犯法 所以你就觉得说奇怪了 什么时候去揭露这些真相 变成了一种罪行 所以台面之下 其实对于这种东西的这个争辩 或者说对于这种东西的争端 更严重 像是美国他们就有统计 光是在2017年 一年里面哦 就有197位的环保人士 因为他们揭露了这些系统的恶行恶状 而被遭到谋杀 所以蛮事与愿违的现象就是 我们人类创造出来了 很多很好的制度啊 然后有一些度量很 有一些时间的概念 这些东西好像都是希望 我们人类可以持续延续生存的一个系统 可是到最后却发现了 好像不是每个人都有充足的食物 也不是有充足的能量 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时间 还有空间来发展自己 大自然的各种资源 已经不是免费的 是你必须出售你的时间 才能去获得的 所以有时候会发现说 我们现在赖以为生的系统 好像就只是希望我们 可以持续的像以前一样的工作 然后我们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就好了 不要知道太多事情 现在的系统有点像是变相 变成这样 所以说这本书里面 讲到这以上几个内容 有时候看一看 我觉得看完之后 好像心情没有很好 就觉得心情反而变差了 原来我们是这么多的盲目的现象 然后会不会就是 越盲目越无知的人 是越快乐的 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可以快快乐乐的生活 那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 好像有点点的沮丧 不过我也有在想说 其实有一个程度来说 我算是能够帮 这样子一个书籍 或者说帮这样的一个知识 能够去广为传播 然后让更多人 知道这样的现象 说不定也是一件好事情 那说不定也是达成了 某种程度的正面改变 因为会需要越来越多的人 知道这些事情 那有时候这些事情的传播 或这些事情的这个认识 是需要很多的时间累积而成的 有时候甚至需要 一整个世代的时间 才能改变我们的整个思维 所以这个是值得做的一件事 那大家也可以花时间 多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那有一句话 在最后面付给大家 那就是有一个意识流作家 法国的作家 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他的名字叫做普鲁斯特 他说这句话是说 真正的发现之旅 不在于寻找到新大陆 而是以新的眼光 看待事物 好那这句话带给我的启示 就是说 我们不要说等到 时间已经太晚了 或者说等到 到时候都已经泡沫破裂了 然后才来后悔 或才来觉得 到时候才醒过来 我们现在 其实就可以开始改变 自己对于世界的一些看法 跟观念 去加深自己对世界的认知了 好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介绍的这本 超维度思考 你可以透过这本书用比较科学的角度 来看一下这个真实的世界 到底长什么样子 比你想象中的复杂多了 但是呢 这个背后 也有很多需要我们了解的东西 好那今天一样念一下 Apple Podcast上面 一位听众的留言 他的这个名字超级难念的 我实在念不太出来 叫做 不知道应该叫大卫皇嗨嗨 好他说 谢谢瓦机 之前因为一些计划 需要长时间的通勤 开始听下一本读什么 就非常喜欢瓦机的分享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之外 也给予了我很多的思考 除了推荐的好书之外 更喜欢瓦机挑选书中 重点的逻辑跟内容的整理 也让我重新爱上阅读 阅读一直被我写在兴趣栏里面 但是常常买书都只会堆在桌上 没有认真的去读 那现在养成的每天都会看一点书 渐渐的终于开始可以看到 自己的桌面了 那有时候画画的时候 也会听下一本读什么 那真心推荐这个Podcast 谢谢瓦机 OK 他非常感谢大卫皇嗨嗨的留言 你有提到说 你已经开始有陆续的 在每一天都会看一点书 我觉得这个算是最好的改变 因为你慢慢的这样看 你迟早会觉得说 自己越看越快 或越看越多 还是说越看越深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那都是从开始一点点的累积 所以我开始感到改变 好那非常开心听到 你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OK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边 就进入了尾声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 然后在Apple Podcast上面 留下五星评论给其他的听众 你也可以用行动支持我 一次性的或每个月 赞助99元 帮助这个频道持续运作 如果你在这个频道 有任何的想法 有想问我的问题 都可以透过节目资讯栏里面 来直接问我 那我每周呢 也会在阅读前哨站的部落格 分享一篇读书心得 喜欢文字版的朋友 可以去订阅免费的电子报 好的 下一本读什么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